佛羅里達州 迪士尼世界下個月起門票加價 位於佛羅里達州的主題樂園群組 迪士尼世界 將會在下個月加價 這是自2019年以來首度增加票價 報章 USA Today 報道 由12月8日起 迪士尼會引入特定主題樂園而設的 一日一元門票 其中一個主題樂園《魔術王國》 在熱門的日子將會是入場門票最貴的主題公園 至於跨公園的Park Harbor和Park Harbor Plus 門票在不同的日子會有不同的票價 而大部分的年度票也會加價 12月8日起 迪士尼World的四個主題樂園 將會有不同的票價範圍 不過已經持有迪士尼World門票的消費者 可以用之前購買的票價繼續使用 目前進入四個主題公園的最低票價 是109元 新的價目表與下 迪士尼動物王國是109元到159元 未來世價是114元到179元 迪士尼荷里活片場是124元到179元 魔術王國是124元到189元 Animal Kingdom是唯一維持現有價格不變的樂園 迪士尼集團指 Magic Kingdom189元的票價 只會出現在聖誕節和新年之間的9日高峰期 而超過99%的時間 一日一元的門票都會低過這個價格 集團在2023年會繼續向現役和退役的美國軍人 提供折購 由12月8日起 Pathopper和Pathopper Plus 價格會按照日子和需求浮動 迪士尼暫時未有披露價格的範圍 迪士尼Word的四種年度門票 除了指限佛羅里達州居民使用的Pixi Dust Plus 其餘三種都會加價 新的年票價格是 Pixi Dust Plus 399元 Tablet Plus 749元 目前是699元 Sauce Pass 969元 目前是899元 Incidi Pass 1399元 現在是1299元 目前的年度票持有人繼續購買2023年的年票價 可以繼續享有折扣 比率暫時未有透露 而由現在開始 顧客在原來的餐飲設施預訂位置 如果在兩個小時或以上前取消 不需要給額外的費用 迪士尼表示 希望這個措施可以令顧客 更有彈性感 以自己的步伐 享用原來的設施 天下衛士記者 編輯報導